这是前杭州亚运会上 韩国网球运动员全唇宇丢人的一幕 在爆冷书给泰国选手卡西迪特 萨姆瑞吉后 他情绪当场失控 把自己的球拍摔烂 并且直接无视卡西迪特的伸手致意 拒绝和对方握手 在国际赛场上 众目睽睽下 全唇宇这小家子气的表现 着实是把韩国的国家脸面 扔在地上狠狠地摩擦 不对 韩国这个国家早就没有脸面了 其实从实力对比的角度去看 全唇宇这输不起的表现也不难理解 据了解 全唇宇世界排名112位 还是本次亚运会赛会的4号种子 有很大机会夺冠 而他的对手 来自泰国的卡西迪特 萨姆瑞吉 世界排名仅636位 落后全唇宇500多位 或许在全唇宇看来 这将会是一场 自己轻松碾压取胜的比赛 可结果却出人意料 直面实力更加强大的全唇宇 居然一比二爆冷 输给了卡西迪特 赛后 卡西迪特走到全唇宇面前 想和他握手 但后者没有理睬 甚至连看都没看一眼 有失运动员风度和体育竞技精神 输球 摔拍拒绝握手 韩国运动员丢人丢到家 他们为何输不起 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韩国人心眼小 确实输不起 韩国这个国家的心眼 和他们的国土面积一样小 作为一个弹丸小国 整天做着宇宙中心的梦 有着极强的民族主义 和民族自尊心 尤其是二战过后 韩国在美国的扶持下 迅速摆脱被日本殖民的阴霾 一跃成为发达国家 这给了韩国人一种自信 认为自己 有社会制度和民族上的优势 于是 韩国人开始变得自负和目中无人 尤其是面对东亚和东南亚 其他国家的人时 总觉得高人一等 自认为更高贵的韩国运动员 在国际赛场上 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 就应该轻松取胜 拿到冠军和金牌 为了证明这一点 他们总是拼了命都要赢 哪怕用剑不得光的手段 有时甚至连队友都不放过 也正是因此 韩国运动员变得输不起 一旦输了就丑态百出 又哭又闹 还要找裁判理论 看到这里 大家对全唇语那丢人表现背后的原因 有一定的了解了 输球后目摔球拍 拒绝和对手握手 韩国运动员输不起的原因 其实还和韩国兵役制度有关 韩国是强制兵役 20至28岁符合条件的男性 必须要去服一次兵役 且至少服满23个月 可韩国军营的环境非常差 待遇低也就算了 老兵经常对新兵进行人格侮辱 包括弹不限于虐待 殴打 甚至对新兵实施性侵 如此恶劣的环境 自然会让那些 还没服兵役的韩国男性感到恐惧 他们会想办法去逃避兵役 韩国又有规定 对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人 可以免去兵役 比如在奥运会 亚运会的赛场上拿到金牌 所以 韩国运动员不惜一切手段 都要拿冠军 以此来换取免服兵役的机会 而一旦输了比赛 尤其是对年龄比较大的运动员 打击是毁灭性的 全春宇今年26岁 马上就要到28岁的最后期限了 这次亚运会暴冷出局 基本就意味着要去服兵役了 全春宇输不起的表现 也反映了韩国男性 对于兵役的压力和焦虑 尽管他事后发文道歉 但丢了的面子已经无法挽回